干犯公司和工程彻底撕破脸 工程发文自曝被提出局 范总露脸揭开背后真相 近日干犯公司和工程闹败 传得沸沸扬扬 有网友发现我不想吃饭这个账号 竟莫名其妙消失了几百条视频 而且删除的视频都是工程出境的 于是便有粉丝怀疑 莫非工程被公司辞退了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时 工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长文 自曝已被干犯公司提出局 原来工程并非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便是公司的股东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工程本人 想拿回公司中水他的股份 上门申请却被范总拒绝 离开公司后 工程发现自己已被公司提出微信去 被抛弃的工程只好要求干犯公司 删除自己的视频 在之后的11天 工程一直用电话联系公司的人 试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期间工程的视频账号还遭到了举报 说其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导致账号被封禁一个月 工程爆料以后评论一边倒 不少网友纷纷吐槽范总太不地道 随着舆论的发酵 一直在视频中以声音出镜的范总 亲自露面出镜 对此事进行了一番回应 人生总有聚散离合 我不想计较 也不想讲过多很主观的故事 线下的事情就应该线下解决 但我真心的祝福离开我的朋友们 归来即使再难如故 但愿你死去仍虔诚似尽 范总看似是在回应 却全程避重就轻 对之所以将工程提出局的事情避而不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贴大的银盘流水的冰 虽然范总表示 会带着剩下的员工们 拍摄更好看的作品 但是如果没有工程的话 你还会继续看干范公司的视频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